爆竹声中一岁除烟花灿烂宋温神2023年一开始 两个难得的好消息 不管怎么样2023年就这样开始了 很多朋友可能还很焦虑 互联网上更多是坏消息 屯要屯的人惊心动魄 咳嗽咳的人气喘吁吁 一些国家更趁机对中国人各种颜色 但2023年一时我们也迎来了好消息 两个难得的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 我们终于回归了正常 我相信这种感觉不仅中国人有 很多国家人们都有 所以你看纽约时代广场人山人海 大家迎接2023年的到来 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同样是人头攒动 欢呼终于告别了2022年 看着那一张张如花朵般绽放的笑脸 真是万千感慨在心头 过去三年全世界都不堪回首 包括我们中国 所以不管是上海的城隍庙 南京的新街口 重庆的解放碑 成都的春西路 或者是石家庄街头 等等等等 都是一个挨着一个的欢庆新年的人们 感觉2023年的新年 过得比一般农历新年还新年 你在一年前能想象这样的场景吗 你在一个月前能想象这样的热闹吗 我想不到我估计很多人也想不到 但这就是疫情的新形式新特点 全世界应该都没想到疫情持续了三年 疫情还没有最后终结 确实还有风险 但人们毕竟要生活 要工作 要快乐 要过新年 不知你发现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是 中国人的欢聚 大家都还戴着口罩 在国外很多人口罩都不戴了 久违的烟火器 据说随着越来越多人已经洋康 北京的一些餐馆又要排队等叫号了 让年轻人欢乐一点吧 确实真快要憋坏了 但还是提醒两点 一有基础病的老人还是要注意 病毒毕竟是病毒 这开不得玩笑 二 谨防乐极生悲 别忘了韩国离太院的惨剧 在乌干达就这个新年 欢庆人群发生踩踏 至少九人死亡 2023年还是希望我们欢笑更多些 泪水更少些 好消息二 上海开了一个好头 上海果然是上海 说一千到一万 不如动手发上六千块 据说上海的一线衣物人员都收到了 而且不管再不再编制 只要一线就有六千块 很多衣物人员挺欢喜 刚开始以为是年终奖 但最后一问 大家都有 真的喜迎元旦不放假 泪目之后又有动力加班了 为什么发钱 很简单 现在最忙碌 最拼命的就是医务人员 他们真的是中流砥柱 很多人养了以后还在坚持 对他们精神奖励要有 物质奖励也要跟上 六千块应该就是一次性津贴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地方都出台了关爱措施 比如在江苏无锡允许疫情缓解后 医务人员的加班置换成 带薪休假可在两个年度内使用 比如在浙江要求在评选先进 职称评审 岗位晋升等领域向一线医务人员倾斜 但总觉得还是上海的做法最好 废话别太多 该发钱奖励就发钱奖励 不是说医务人员就缺这点钱 给你这点钱 你也没本事上 而是这些钱是对他们奉献的充分肯定 事实上这些钱还远远不够肯定 两个好消息为上海医务人员高兴 为我们逐渐回归正常欣喜 最后两个小小的建议 第一向上海学习 向所有医务人员致敬 6000块真可以全国推广 当然具体的数额各地可以根据现实情况 但切实把对医务人员的关爱落到实处 他们正在打仗 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做好后勤做好鼓励理所应当 当然必须要说一句 关爱的是一线员工 一线员工 一线员工 别干活没干什么 奖励却争在前面 那就太无耻了 反而伤了所有医务人员和大家的心 第二农历新年快到了 尽可能缩小烟花爆竹进放区域 我们不少地方一到农历新年 这也允许那也不允许 弄得老百姓无所适从 弄得年位都没有了 坦率地说 甚至海外唐人街的过年 都比国内很多城市年位更浓 这不是管理的艺术 疫情三年 尤其要照顾老百姓现在特殊的情绪 更别忘了 我们老祖宗发明爆竹烟花 都是干什么的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尽可能缩小进放的区域 让大家高兴起来 高兴了 也是生产力更有助于社会和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